嗨我們要出國囉 我們要去新加坡 這一次呢是真的 已經太久沒出國了 我們要出發去新加坡了 現在準備要去機場 GO 下飛機後的新加坡第一餐 我們早餐要來吃這個吐司工坊 我們每次來到新加坡都會吃這個拌熟蛋 然後加一點點胡椒粉 一點點醬 為什麼在新加坡都吃這種拌熟蛋當早餐啊? 你要入間隨俗啊 我們點了這個喇沙還有嘎鹽 每次來到新加坡都要吃喇沙的人 那他這個嘎鹽吐司就是裡面有嘎鹽醬 然後又加上這個奶油 你看 然後可以直接這樣吃 也可以沾著這個蛋液這樣吃 那我點的這個是 薑黃椰漿雞肉飯 如果說在新加坡啊 他這個東西 他會擺在一個蒸的葉子上面 給你這樣子吃 那他在這邊就是用的盤子 然後我還有點這個意義的 就是我每次來新加坡必喝的一個東西 好啦我們吃完早餐啊 我們現在要去魚尾獅公園 你看這是我剛來的地鐵卡 上面還有Hello Kitty村的魚尾獅喔 要去魚尾獅公園啊 就是搭到這一站 Red Force Place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這個地方呢 是大家來到新加坡一定會來的這個魚尾獅公園喔 你看這個魚尾獅 它就是獅子的草跟魚的尾巴喔 妹仔你來拍一下那個嘴巴喝水的照片 好你幫我拍 來 有嗎有嗎 前面一點 後面一點 前面一點 再後面一點 有 見到了嗎 妹仔你看前面那邊就可以看得到金沙酒店 然後還可以看到蓮花造型的LV旗艦店 左邊那邊還可以看到Singapore Flyer耶 而且你來到這裡啊 晚上就可以看到整個新加坡灣的夜景喔 超美的 好熱耶 可以check in了嗎 還沒三點了 我們先去吃飯吧 今天中午美樂的朋友要帶我們來吃這間 在新加坡很多人都知道的海南雞飯喔 這是Cindy 嗨 Welcome to Singapore 來新加坡一定要吃Chicker Man 還有什麼 一定要吃咯 一定要吃咯 它這裡主要就是賣海南雞飯 然後週末的時候會有限量的三份雞翅飯 它這裡除了有賣海南雞之外啊 還有賣肉骨茶 要吃喇沙也有 肉點雞肉飯 還有這個去骨雞翅 每週末限量三份的雞翅飯 對雖然我不懂為什麼一隻雞有兩隻吃 但是它就做三份 這個啊這個才是traditional chicken rice 你看這兩個飯不一樣 這個是一般的那種加雞油煮的飯 然後這個是有加密度香料的醬化煮的飯 它這邊啊會有附三種醬 一個綠色的一個紅色的一個醬油 這個是薑蔥蒜的醬油 然後這個是辣醬 我們還點了一個湯平菜 在新加坡呢他們湯平菜一句都是A菜 然後這個高麗菜是用吃台灣才有的 其實在新加坡的時候這個高麗菜 他們都會拿來炒 加醬還有加醬 加醬油煮蒜 怎麼辦我好想念喔 分不去了 我們現在不就在新加坡嗎 專業一點 singlish上身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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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chicken rice就是用這種派格的產品去煮 然後他除了放雞油下去煮蒜 他還會放那個斑蘭麗 就是那種綠綠蛋糕的那個 斑蘭麗的那個斑蘭麗 喔斑蘭蛋糕那種 一樣的東西 對所以他裡面就是其實你吃出的雞油 還會有一種特殊的香味 我每次來到新加坡啊 就一定要吃海南雞飯 特別是那間天天海南雞飯 超好吃的 可是每天在台灣啊 我都找不到一間吃起來 跟天天海南雞飯差不多口味 跟海南雞 那這一間呢 是我覺得 有最接近新加坡的感覺 天天真的很好吃耶 好想念 真的 每次吃完天天海南雞飯 就一定要去吃旁邊的老伴豆花 對對對 老伴豆花也很好吃 因為他的冰粉跟我們的也不太一樣 超好吃的 而且台灣的全部都倒光了 倒光了 倒光 我還沒吃到就倒了 他那個雞肉的分量還蠻多的 而且他加這個辣椒還蠻好吃的 這次我們來到新加坡 要check in的就是這個 金沙酒店 那這個金沙酒店呢 不僅有游泳池 還可以逛街啊 吃東西 還有賭場可以玩喔 所以我們來到房卡了 我們要進去我們的房間 走 這裡 來看看我們的房間是什麼樣子 一進來就有這個掛衣服的植物空間 放行李的 這一進來就有一整面的鏡子 然後再來就是浴室 浴室也蠻大的 我來看看這個浴室 這浴室很大 廁室在左邊 淋浴的跟右邊 然後這邊還可以泡道 然後還有敏芝馬桶 而且他這邊很不錯耶 他有兩個洗手碳 就你早上要刷牙的時候 這邊一個人在用 你這邊就可以另外一個人同時用 欸你看他這裡的吹風機 還是這種高級的負離子吹風機耶 對女生來說這種吹風機的人很重要 哇你看他這個就是一個超大型的雙人床耶 King size吧 然後在床的旁邊這邊呢 他有一個超大的一個沙發 這邊看過去呢 就是窗外的風景了 來看看有什麼view 哇就是市區的view啦 沒有看到什麼東西在外面 你有看到魚尾絲嗎 沒有我們是在另外一面 啊我們看到那個空中畫 走吧我們來上去看看他們的游泳池 他這邊的游泳池就是搭電梯到31樓 然後再走一層樓梯到32樓游泳 這邊風景也太好了吧 哇可是好多人喔 哇好熱鬧喔 他這裡的游泳池啊 就是在飯店的最高樓 然後旁邊都有種了一排的這種椰子樹 然後那邊就可以看得到整個新加坡灣的景色 他這邊游泳池的旁邊就是有個lounge 晚上呢可以在這邊喝酒 Merody你看 那邊還有一個網美牆耶 好啦換好衣服啦 我們去游泳 可是好多人喔 這麼一堆人是什麼回事 對啊下去玩水吧 欸這裡真的很不錯耶 看後面的景色 Merody你看在右邊那邊 還可以看到剛剛那隻魚尾獅耶 真的很快 啾啾啾 好啦那我們等一下就去吃個東西 逛街買東西吧 GO 那來到新加坡啊 就是要來逛一下新加坡這邊的東西 那我們第一件來到這個小CK 走吧 因為他們的涼血真的是很美喔 而且我上次也有買一雙 買到新包包了 出國完就是要刷你的卡買東西啊 掰 欸我要買這個泡麵 打沙泡麵 這個在台灣買很貴喔 欸我要買這個GOLDEN DOG的餅乾 它這個GOLDEN DOG有很多種口味喔 有鹹蛋黃魚皮啊 還有這個天婦羅的 還有綜合口味的 這個鹹蛋黃的洋芋片也超好吃的 晚餐我們來吃這間發起人肉骨茶 每次來到新加坡啊 肉骨茶大家都會想到黃雅溪或者是松發 那這間發起人也是很有名喔 那我們也沒吃過 所以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這邊還有很多藝人都來過 而且都是叫的出名字的喔 這邊還有獲得新加坡最受歡迎的肉骨茶欸 它這邊可以選這裡的套餐 然後再加購你想要的主食跟小菜 後面這幾頁就是單點的部分啊 然後我們有點那個滷炸腸口跟粉腸 聽說很好吃 來這裡吃飯還可以看夜景欸 那是我們點的發起人套餐 這有一個發起人的湯跟主食 還有粉腸跟大腸口 還有一點薏米水 在這裡就可以聞到味道欸 好香喔 發起人的肉骨茶 是朝鮮派的肉骨茶 那它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有一個糖糖的太多 看起來 它這肉骨茶啊 喝起來胡椒味很香欸 有像在新加坡喝的時候的感覺 但這薏米水啊 喝起來就沒有像在新加坡那樣子 有點濃稠濃稠 香香甜甜的感覺 所以喝起來比較淡 它這邊的湯海無限的去加 太棒了 嗯沒錯很適合你 不適合我去開喝湯魚 影片最後當然是要來金沙酒店 樓上的這個游泳池看夜景啊 怎麼辦我們去看嗎 好多人喔 也太多人了吧 好可怕喔 那它這邊的游泳池 晚上是到九點而已喔 所以如果要來上面游泳的話 比較注意時間喔 好啦那我們的委居 應該會是你的時間 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喜歡 希望呢我們這支影片 可以真的讓你們有一種出國的感覺 那如果說你有想要看我們去其他哪一個國家 唯一日遊系列的話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掰掰